这个女人很奇怪 每到深夜她就会陪着梦游的男友出来挖坑 而她则等在一边 直到男友梦游完毕后再把她挖的坑给埋起来 一个月后 两个人的爱情修成正果举行了婚礼 所有亲朋好友都为他们送上了祝福 但唯独一个穿着朴素的女孩却朝着新郎身上泼了一杯酒 并当众大骂着男人是个杀人犯 还警告新娘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 刚好来参加婚礼的刑警 猜对看到这一幕察觉到不对劲 从二人的争吵中隐约可以得知 原来女孩的姐姐八年前与新郎在一起后突然失踪了 当时虽然报了警 但由于一直没有发现她姐姐的尸体 所以当初的案子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猜对感觉这个案子有蹊跷 于是便在婚礼的第二天再次找到了女孩 从她口中得知 她的姐姐陈小红八年前 曾和那个新郎陈丽是一起独博的同学 那个时候的陈丽因为创业被合伙人坑片背上了很多债 而姐姐不嫌弃仍然坚持和她在一起 可直到半年后 陈丽突然变得很有钱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的姐姐忽然毫无预兆地患上了抑郁症 不但被陈丽送到了精神病院 甚至在里面还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蔡对听后认为 仅凭这些或许不能断定她姐姐的失踪与陈丽有关 但女孩却告诉她 她之前多次跟踪过陈丽 发现她晚上睡觉后有梦游的习惯 而且在梦游时还会不停地在地上挖东西 因此她怀疑姐姐一定是被陈丽给杀了埋了起来 蔡对听后意识到这起案子的严重性 于是她开车来到了负责当年失踪案的派出所 这里的警员都对陈小红的案子印象很深 因为她刚刚失踪的时候 陈丽还悬赏50万奖励那些提供消息的人 可奇怪的是 后来警局找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女人 警方让陈丽过来辨认时 她只是在电话里听了一下这个女人的特征 连面都没见就很肯定地说那个女人不是陈小红 蔡对二人听后怀疑陈丽之所以表现出这两种极端的态度 或许是因为她早就知道陈小红已经死了 回到警局后 警员小洛立刻调查了陈丽的资料 发现她在十年前曾与陈小红 还有另外两个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制药公司 一年后这家公司研制出了很多专利的药物 不过不幸的是 他们在打算申请入室时突然被合伙人背叛带走了专利 而陈丽也被原本计划合作的制药厂告上法庭背上了很多债务 但三个月后陈丽很快便在陈小红的帮助下东山再起 小洛看着这些档案 怀疑陈丽会不会是为了独屯公司所以才谋害了陈小红 但令警员小姨疑惑的是 陈丽和陈小红究竟做了什么会在三个月内还清一千多万呢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小洛二人找到了陈丽当年的另一个合伙人刘老师 从她口中得知 原本那个公司只是她的学生陈丽和同学们在课外时间成立了 但他们在做实验时误打误状研究出了一种可以治疗慢性病的药物 这个发现无疑在医学界是很震撼的 可这在隐形中也严重触犯了行业内其他同行的利益 因为一旦这个药上市将病人治好 其他慢性治疗的药基本就没有任何市场了 所以有个制药公司就在暗地里联合另一个合伙人偷走了药物的配方 并提前申请专利将这种药血藏了起来 小洛听后询问她知不知道陈丽是如何在三个月内翻身的 刘老师无奈地说道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她便退出了公司 后来陈小红曾慌张地来找过她 好像说是陈丽在优化配方事无意中研制出了很危险的东西 当时她虽然没有明说 但做他们这行的都很清楚 她口中这种危险的东西要么就是病毒 要么就是毒品 陈小红想让她去劝劝陈丽 但等她忙完手中的工作再次联系陈小红时 听说她已经被送往了精神病院 从刘老师这边出来后 蔡队二人沿着线索又来到了八年前陈小红所住的精神病院 院长得知他们来的目的 直接拿出八年前的几段视频 她称这八年陈小红的家属不断找过来闹事 要不是自己提前把这些监控留了下来 恐怕会因为陈小红的失踪吃上不少官司 蔡队二人看着这些监控 奇怪的是陈小红在走出大门后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院长也无奈地告诉他们 这里的大门口只有一条横向的马路 不管陈小红是往哪边走 两边都有监控 可偏偏陈小红就在这中间消失不见了 小洛感觉这些监控一定有蹊跷 她疑惑当时院方为何会让一个精神病人独自出去呢 院长听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当年陈小红的精神并没有太大问题 只不过她看陈立一下拿出那么多钱才将其给收纳了进来 回到警局后 小洛仔细研究了精神病院门口的监控 从不断来往的车辆来看 这些监控并没有被动过手脚 可就在这时 一旁细心的菜队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其中有一辆红色的车子仅花20秒就通过了两个监控之间的盲区 而一辆速度差不多的黑色车子却耗时30多秒才从另一边的监控出来 而多出来的这10几秒完全足够将一个毫无防备的女人掳上车了 随后她让小洛放大了车牌 然后打给交管部门核实了这辆车的信息 不料发现这辆车竟然是来自南郊的一家租车公司 而这也恰好可以说明司机是想掩盖身份带走陈小红 得到线索菜队带着小洛立刻赶到这家车行 可当这里的老板在看到这辆车后 直言这辆车虽然确实是他这里的 不过他因为年检不达标早就已经报废了 菜队询问他有没有八年前的租车记录 老板无奈称他这里只是小本买卖 所以当时那些押金和身份登记信息都是手写的 而现在八年过去了 那些手写的信息早就都丢了 眼看好不容易有了眉目的案子又要搁浅 就在菜队准备离开时 老板却突然想起来 那辆车子的GPS他没舍得扔放在了其他车上 很快 他将那辆车的GPS拿过来连上了电脑 打开记录一看 发现这辆车在精神病院做了短暂的停留后 就直接开往了三百多公里外的一个村子 而这个村子小洛之前调查陈丽档案的时候曾留意过 那里正是他母亲所住的老家 如果陈丽真的已经将陈小红杀害了的话 那再结合他妹妹口中陈丽晚上梦游挖东西的行为 小洛怀疑陈小红的尸体一定是被陈丽给埋了起来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他们驱车百里来到了陈丽的老家 菜队在村口恰好碰到一个外出干活的大爷 大爷一听是找陈丽还以为他们是来参加陈老太葬礼的 从大爷口中得知陈老太前两天刚刚参加完儿子的婚礼 回来后干活时就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来 因为岁数太大陈老太很快就不行了 而他这个儿子也奇怪 回家第二天就把母亲给埋了 村里人都说好像是陈丽在外边惹了什么事情 随后菜队二人按照大爷指的方向寻找陈丽家的老宅子 不料恰好看到陈丽和他的妻子收拾东西上车准备回市区 等他们离开后 菜队联系当地派出所对整个院子进行了勘查 很快小洛发现院子里的菜地有些不太对劲 因为上面的图好像刚刚被人挖出来又填了回去 二人想起陈丽梦游挖坑的习惯 于是立刻让法医对这里进行了挖掘 结果果然在里面找出一具完整的女性尸骨 从尸骨上的衣服来看 可以确认就是陈小洪从精神病院里出来试穿的 得到证据菜队立刻下令对陈丽展开抓捕 很快警方便在她回市区的路上将其堵截了下来 将撞车的陈丽带到医院后 罗傅对本以为她会试图狡辩 没想到刚刚失去母亲的她很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她称其实就算警方不找她 她最近可能也要去自首了 因为她母亲离世的伤并不是从山坡上摔下来的 而是被毒贩雇佣的小混混给打的 原来 当年她和陈小洪在研究新药石以外发现一种新型毒品 这种毒品不但纯度高 而且上瘾性也很强 本来他们并没有打算将配方卖出去 但后来她被合伙人背叛整日被债主威胁 于是她一狠心便将配方高价卖给了毒贩 而陈小洪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 二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后来陈小洪便开始内疚自己发明了这个东西 时间一久她便患上了抑郁症 而且还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向她母亲说起这件事情 而母亲得知后突然让他们回了趟老家 并刻意让她租了一辆车回去 刚开始她不明白母亲为何要这样做 直到陈小洪在老家当面要挟如果她不去自首 那么她就立刻回市区去举报这件事情 本来以为母亲也会跟着劝她 没曾想她竟直接告诉陈小洪 三十多年她好不容易把儿子送出这个山沟 如果陈小洪不能和自己的儿子一条心 那么她就别想着离开这个地方 她本以为母亲只是生气吓唬一下陈小洪 没想到当陈小洪真的打算离开时 母亲却拿起斧头直接砸死了她 当时的她被这一幕吓坏了 但母亲却告诉她 她才不会允许这样一个有意心的女人 毁掉老陈家一生的努力 于是二人便将陈小洪埋在了院子里 也就是那个时候 她的梦游症变得越发厉害 所以她就提醒现在的妻子晚上一定要看好她 直到婚礼那天毒贩再次找上了她 对方称之前她培养的制毒人员被警方给抓走了 所以毒贩希望她再帮忙培养一个 当时她并没有答应 也因此导致母亲被报复离世了 她要是再不自首 下一个遇害的恐怕就是她的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 陈丽很清楚警方不会相信是她的母亲下的手 不过她倒是也无所谓了 因为单单是毒品这件事情就令她此生再难出狱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